安德诺尼卡三世从他的爷爷手上抢到了皇位后 也没在位多久就死了 他的儿子约翰武士登基的时候才9岁 一个大贵族也叫约翰设阵 可小皇帝的亲妈还在 太后也想要掌权 就拉拢了一帮朝臣共同排挤贵族约翰 贵族约翰当然不能躺着挨打 一生气干脆就发动了叛乱 漫长的第二次内战再度爆发 双方打了六年 贵族约翰与奥斯曼帝国结盟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协助下 叛军最终攻陷了首都军事坎丁堡 贵族约翰登基称帝 视为约翰六世 不过他做了个很奇怪的决定 没有杀掉也没有废掉小皇帝约翰武士 而是要和他共治 还把女儿嫁给了小约翰 他还承诺只在位十年 时间一到就退位 把皇权还给小约翰 然而七年之后 这个大叔为了继续做皇帝 把他的儿子马修加冕为共治皇帝 这就是明摆着不打算把皇位还给小约翰了 眼见亲政无望 小约翰就联合了威尼斯人登陆军师坦丁堡 加上大约翰亲奥斯曼土耳西 邀请这军盟军来到欧洲 让他们驻赠在败战亭的一块领土上 其实大约翰就是想让他们来当保镖 和欧洲其他敌人开战的时候 方便让土耳其帮帮忙而已 没想到 土耳其人到达了欧洲之后 发现这位挺好的呀 顺手就把败战亭的这块地方给占了 大约翰引狼入室的举动 引起了败战亭贵族的不满 首都的反对派跟威尼斯人会合开始逼宫 约翰六世被迫退位 余生都在修道院 还写了几本书成了一个作奖 约翰五世成为了唯一的皇帝后 开始在欧洲到处求援 因为这时候的奥斯曼土耳其 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败战亭 败战亭自身内部矛盾重重 没有能力对付土耳其 只好去找帮手 悲哀的是到处碰壁 没有人愿意帮忙 约翰五世求援归途中 还被保加利亚人给扣押了 后来被教又跑到罗马求教宗帮忙 为了得到教宗的支持 一个东正教国家的皇帝 自愿归了天主教 约翰五世以为自己这样的牺牲 可以换来西方世界的援助 谁知道并没有 画面的约翰回国途中 要经过威尼斯 居然又被威尼斯给扣了下来 没有办法 因为以前打仗欠了人家好多钱 消息传回到了拜占厅 他设政的大儿子还不愿意赎他爸 幸好有个孝顺的小儿子 1371年才被小儿子砸锅卖铁赎了回来 受尽屈辱狼狈不堪的约翰五世 在欧洲兜了一圈 两手空空回了家 回家后发现奥西曼土耳其更加的强大了 把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几个老强权 什么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都打得找不找北 约翰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好死不如赖活吧 拉下脸皮叫奥斯曼一身大哥 承认了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 因为大儿子不孝顺 还是小儿子好 约翰就立了小儿子曼努埃为储君 没希望当皇帝的大儿子 安德诺尼卡跳出来造反 推翻了老爸 自立当了皇帝 叫安德诺尼卡四世 他也没有高兴多久 老爸就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帮助下复位了 约翰可能是心软吧 居然保留了安德诺尼卡四世 和他儿子的皇室身份 数年之后 约翰才知道 这个决定大错特错 安德诺尼卡四世死后 他的儿子又是一个叫约翰的 约翰七世 也跳出来抢皇位 推翻了爷爷约翰五世的统治 登基为敌 但仅仅在为五个月后 约翰五世就在小儿子曼努埃 阿努埃尔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协助下 夺负了统治权 第二次复位 约翰七世跑路了 N年后双方和好 和不好好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败战敌一连串的皇室内战 搞得国家乌冤瘴气 本来就已经走下坡落的帝国 已经再也没有能力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了 被吃掉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 下次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